生活服务设施已经基本落成 不过当初选在这里安家落户 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狼皮子粮因为一道道沙粮 酷似狼皮而得名 要土地就要首先拦住风沙 然后在防风固沙带内 平整出一万两千亩土地进行生产 和所有移民安置区一样 要接收六千三百多人的狼皮子粮 没有多一立方米的用水指标 每年一百一十五万立方米灌溉用水缺口 只能自己想办法 现在采取高效节水新技术 咱们通过后面这个二级奔战 通过管道铺设干支浓斗几级管道 然后呢通过小管出流 微烹灌 微滴灌 现在狼皮子粮刚刚被水浸入过的 三千多亩田地里 一种优质的饲料作物 苏丹草已经钻出了地面 我们今年固展是不仅仅15个 我们直接就算是把它翻到土壤里头 起到一个滤肥的作用 未来在这一万两千亩的土地上 都会栽种像苏丹草 豆子等植物 来改良土壤条件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现在拨开这个苏丹草和豆子 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果树苗 就是05为移民提前栽种好的特色农产品 长枣 不让底线着 要让它早时住进去 让它早一点发挥效应 按照去年的行情 一百天可以产 一千斤扛造 这一百天的产业在5000到6000元 宁夏雇原市圆州区三营镇 压尔沟移民安置区 是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 第一个移民搬迁入住的安置区 8月19号已经搬进了1000多人 每户搬入的人家 在领到房屋钥匙的同时 也免费领到了一个日光温棚的钥匙 十二五期间 宁夏34.6万生态移民将走出大山 住进274个安置区 同时 安置区为移民专门设计的各种产业 将使他们能够快速扎根 增收支付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 贵州旱情加剧 目前已有66个县市区 出现重特汗情 为此 贵州启动抗汗救灾一级应急响应 并组织近2万名机关干部 下基层抗汗保民生 截至9月1号 贵州省88个县市区 遭受不同程度汗灾 383条溪河断流 482座小型水库干涸 8个县城城市供水告急 有620多万人 近300万头大牲畜 发生临时饮水困难 帮助群众找水 就成为干部们的耽误之急 这个水源位于一个垂直深度 约40米的山洞内 必须拉着拴好的绳子 抠紧石壁 顺着绑扎好的四个楼梯 才能一个个依次下去 山洞陡峭 一路上大家互相照应着 用了十多分钟才下到洞底 我的木屋城下来 大概每小时可产水 四分左右 它这个就相当于 一球150米的神经 把这个一个是高厕 管道成功 我两个帅报给我 我回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把把管道变了线 然后把供电这个地方变下去 我们帮你接见 神经能够在这个星期之内 能够把这个水给它提起来 在找水的同时 贵州全省投入 打井钻机42台套 每天打井出水9437吨 钟秀郎就是贵州省地矿局 111地质队的一名钻井队长 大汉以来 他就一直在钻机场地忙活着 没有回过鱼此家 中国年龄大年了 要是在这里等领到天 只要我一球之家了 只要睡地府了 太吵了 他又不听到机子响 他睡不着觉 那机子一想起 是正常 机子一不想 那就不正常 以前我一天 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 除了这工程晚 他就可以安心地睡 偏远山区是缺水的重灾区 贵州各地组织武警消防部队 和抗旱服务队拉水送水 帮助关寡老人留守儿童 及生活在深山区石山区的困难群众 解决生活用水问题 据贵州省气象台消息 到九月中旬之前 贵州全省都不会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 干旱加重的趋势越加明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利用周末时间 登门探望了三位著名的科学家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叶笃正 施昌旭和王忠诚 和他们共同探讨 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温家宝一直对为我国科技卫生事业 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 心怀敬意 他和其中许多人都长期保持着联系 每年都抽时间登门看望 95岁的叶笃正 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 不仅开创了青藏高原气象学 创立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 还倡导全球变化研究 在气象理论研究和对外国际交流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北京医院一间病房里 温家宝亲切地与叶老交谈 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治疗情况 叶老就全球气候变化 谈了自己的见解 温家宝说 我们一方面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把碳排放降下来 另一方面要积极参加气候变化的 国际咨询和科研机构 叶先生不但是科学家 也是教育家 他接着向总理建议 应该把南开老校长张伯玲的教育思想 和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 好好总结一下 温家宝点头表示赞同地说 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要吸收和借鉴老一辈教育家的 优秀教育思想和做法 91岁的施昌旭 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 高温合金研制的开拓者之一 他一直非常关心 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发展 曾就碳纤维 纳米技术 发动机材料 铭合金等科技发展 提出很好的建议 施先生如今虽年余九旬 但仍然活跃在前沿领域 最近又提出将飞机发动机 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建议 中央高度重视 从加强材料科学研究 到改革科研体制 温家宝对施老的建议一一回应 表示将认真研究 临别时 施老又向总理提出 应该进一步加强 媒体宣传科技的内容 提高我国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温总理说 您说的对 全社会都要努力营造 发展科技事业的良好氛围 86岁的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王忠诚 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 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在国内脑血管病的综合治疗方面 不断取得新成果 其中脑干病变和脊髓内肿瘤的 临床与基础研究成果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王先生在学术上敢于创新 学风严谨 在工作中医德高尚 就此扶伤 王忠诚说 医生要终生学习 同样的病在不同的病人身上 表现不一样 医生的学风医德都很重要 做医生 首先要端正态度 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温家宝对此十分赞同 王忠诚接着对总理说 现在我国神经外科医生 数量少 难以满足病人的需要 建议国家加强 对神经外科医生 培养的力度 温家宝当场表示 您的要求我记住了 本台消息 亚洲政党专体会议 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向会议发来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 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向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 今天的亚洲 经济更加繁荣 社会更加进步 人民信心更加坚定 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如何紧跟世界发展新趋势 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如何更好地兼顾速度和质量 效率和公平 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 紧密结合起来 让发展成果汇集全体人民 依然是摆在亚洲各国 政党 政府和人民面前的 重大课题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90周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将继续牢牢扭住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努力使全体人民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劳有所养 住有所居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我们愿在本次会议期间 同亚洲各国政党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互学互建 共同进步 我觉得穿着打扮 美丽可以在任何时候 但是在关脚工作 只有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能参与到这样一个工程中 一个工程的建设 我和我老公都感觉到很自豪 关脚隧道建成空车后 青藏铁路列车通过关脚山的时间 将从现在的两个小时 缩短为20分钟 小贩说他们还没到过西藏 希望有天能坐火车 经过和同伴们一起修起来的 关脚隧道到拉萨去看一看 澳门地区纪念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大会四号隆重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源 在大会上说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澳门各界人士和全体民众 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是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告慰 也是对辛亥革命最好的纪念 他呼吁台湾同胞大力发扬辛亥革命精神 不断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崔世安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主任白志健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 澳门各界代表 以及来自香港台湾的八百多位嘉宾 出席了大会 今天下午 为期五天的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在北京闭幕 中国图书版权的对外交易量 再创历史新高 本届图博会上 来自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机构 展出了二十多万种国际精品图书 经初步统计 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926项 比去年增长22.99% 其中版权输出协议1652项 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比1.3 这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首次实现版权贸易顺差 一万平方米的数字出版专业展区 不仅展出了数字图书馆等新平台新产品 还展出了按需印刷等新技术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定制个性化的图书 数字化出版的这个趋势 已经越来越明显 各个国家都增加恐后 借助于这个数字技术改造出版业 在少尔读物展区 儿童电子书大受欢迎 孩子们不仅可以听书 还可以通过触摸和书里的人物互动 出版大国荷兰 以主兵国的身份参加今年的图博会 有25家出版机构和近30位作家参展 荷兰公主罗兰蒂恩也带来了她的新书 芬妮先生的世界跟中国读者见面 第22届大连国际服装节 继国际防欢节昨晚开幕 在璀璨的夜空下 来自海内外的嘉宾 与数万名大连市民激情共舞 一同体验城市节日的欢乐 本届服装节期间将举办 世界名师时装展演 大连杯青年时装设计师大赛 世界民族服装服饰展 大连市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艺术节等 大型活动 其中国际服装仿制品博览会 是服装节的重头戏 分专业展区和零售展区两部分 1500个标准展位 国内外参展企业800多家 组委会还临选了20家 本土服装品牌企业和著名设计师 设立了大连服装名师名牌专业展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来自财政部的消息 今年1至7月 中央财政已拨付农作物两种补贴 219亿元 农机具购置补贴175亿元 基本完成了全年预算数 整体补贴水平大幅超过去年 在近日举行的 2011中国宁波智慧城市技术 与应用产品博览会上 我国17家科研院所研制的 汽车夜市系统等 60多个项目成为亮点 展示了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 尖端技术与应用精品 成都出租车司机曾文华 近日发现有位客人下车后 已试了一箱价值百万的黄金首饰 为防小偷 曾师傅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就把失误 交到公司并报警 通过多方寻找 曾师傅终于找到施主 并误归原主 据了解 这包黄金首饰总价值 达120万元 目前支持卡扎菲的武装 仍在一些地区 继续与利比亚反对派作战 3号 反对派全国国度委员会主席 贾利勒 向卡扎菲的最后四个据点城市 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在9月10号前投降 利比亚全国国度委员会主席贾利勒表示 反对派武装已经包围了支持卡扎菲的武装 盘踞的最后据点 苏尔特 拜尼沃里德 朱夫拉和塞浦哈 并从2号起向当地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如果这些武装一周后仍不投降 将会发动强攻 3号 一支152辆车组成的反对派武装的车队 从西部重镇米苏拉塔前往拜尼沃里德 抵达了拜尼沃里德以北10公里的一个营地 沿途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拜尼沃里德位于迪利波里和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之间 是利比亚最大部族瓦法拉的军事重地 据反对派所获的情报 迪利波里被攻破三天后 卡扎菲和他的次子塞伊夫 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塞努西 曾逃往拜尼沃里德 3号 卡扎菲的发言人穆萨伊布拉辛通过电话表示 他不清楚卡扎菲在哪里 但他否认拜尼沃里德会向反对派武装投降 另据报道 在利比亚反对派攻占迪利波里之后 外界得以接触到卡扎菲政权时期的大量机密档案 一批秘密文件显示 美英情报机构曾与卡扎菲政权情报部门往来密切 其中的一份文件显示 利比亚曾向美方寻求引渡 目前已成为利比亚反对派军事领导人的贝勒哈吉 秘密文件曝光后 英美两国均拒绝对此做出评论 从8月20号开始 利比亚反对派陆续进入迪利波里 两周过去了 迪利波里的物资依然十分匮乏 下面请看本台特派迪利波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迪利波里市的一条主要街道 我身后的这幅旗就是利比亚反对派的旗帜 现在这幅旗帜在迪利波里市大小街道到处飘扬 也标志着这个城市被利比亚反对派所控制 利比亚反对派进入首都迪利波里后 迪利波里仍然面临着水 食物 能源等物资短缺的问题 并已经影响到了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超市的店主告诉记者 目前的物资短缺现象 主要仍归因于陆路边界的口岸还未开放 导致进口商无法从图尼斯 阿尔及利亚等邻国进口物资 物资短缺带来的结果是物价不断上涨 超市中的食品价格普遍上涨了50% 而婴儿奶粉的价格涨了两倍 当地居民说 政府军在撤出迪利波里时 破坏了输水和电力系统 目前迪利波里的超市中 已经无法买到饮用水 目前迪利波里的许多居民 只能依靠国际机构和志愿组织的帮助 来获得日常生活用水 但是这只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他们希望当地的水井和输水管道 能够尽快得到修复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水问题 利比亚反对派承认 恢复经济发展 恢复社会秩序仍然需要时间 同时他们承诺将通过港口城市米苏拉塔 从海上运送水和医疗用品 以解决生活物资紧张的局面 本台消息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 一辆载有士兵和工人的客车 丝毫在叙利亚中部遭伏击 造成9人死亡 17人受伤 据伊朗伊斯兰通讯社今天报道 伊朗原子能组织宣布 布什尔核电站在当地时间 3号晚上23点29分 将60兆瓦的发电量并入全国总电网 开始并网发电 布什尔核电站的落成仪式 将于今年9月12号举行 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的首座核电站 设计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 1995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核 上市银行占了七席 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统计显示 沪市上市公司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82552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37亿元 每股收益0.2950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26.4% 22.7%和11.8% 净资产收益率为8.6% 与去年同期持平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为0.2867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12.2% 全部互市上市公司中 806家公司盈利 116家公司亏损 亏损公司数较2010年上半年减少4家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交通银行 中国神华 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成为互市上半年前十大盈利公司 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36亿元 占总额的61.3% 从行业情况来看 2011年上半年 大部分行业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对总体利润贡献最大的行业 依然为金融保险业和采决业 行业实现净利润 分别占全体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 58.8%和15.7% 康飞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昨天晚上在官网披露 康飞中国遵守国家海洋局 9月2号的决定 已于2号晚上停止彭莱19-3油田的钻井 回注和生产作业 今天公司进行管线清洗 保证停产步骤安全及时进行 并保护油田的可采能力 公司预计相关停产步骤将于今天全部完成 潜水员继续查找并清理任何可能发现的 残留在海底的矿油油基泥浆 康飞与合作方中海油 共同制定油藏卸压方案 以保证油田的安全及保护油藏 并遵守国家海洋局的决定 康飞公司就处理情况 也将进一步通报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利比亚 自从上个月利比亚反对派武装 攻入首都迪利波里之后 卡扎菲的下落一直是一个谜 而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4号表示 他们已经确定了卡扎菲的下落 但是又没有公布具体的地点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援引 全国过渡委员会高级军事指挥官 贝勒哈吉的话报道说 目前已经确定了卡扎菲的下落 全国过渡委员会驻英国代表 古马·加马提当天在接受 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卡扎菲一旦被捕 应在利比亚境内受审 而不是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受审 加马提还表示 利比亚法院对卡扎菲的审判 将会公平正义符合国际规范 法院将裁定死刑是否适用卡扎菲 在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 目前反对派武装正在劝说 卡扎菲的支持者投降 反对派武装人员 已经在距离苏尔特 约80公里的地方集结 等待谈判的结果 此外据法新社报道 在卡扎菲支持者的另一个据点 拜尼沃里德反对派4号委托当地部族长老 与卡扎菲的支持者谈判 但谈判破裂 反对派武装表示 随时等待进攻的命令 最近半个月利比亚的反对派 一直在搜捕卡扎菲 但是卡扎菲似乎在和反对派 玩藏猫猫的游戏 全国国度委员会曾经透露 他们正使用谷歌地图定位 卡扎菲可能藏身的地点 并运用卡扎菲身边人构成的信息网络追踪他的下落 全国国度委员会的官员说 卡扎菲从来不使用手机通话 不过曾经追踪到卡扎菲核心权力圈以外朋友的电话 卡扎菲政权的发言人穆萨伊布拉辛 9月3号曾经打电话 告知路透社记者 他自己也不知道卡扎菲身在何方 但卡扎菲处境安全 眼下拜尼沃里德 苏尔特和塞布哈仍有卡扎菲武装控制着 外界猜测卡扎菲可能身处这三个地点当中的一处 拜尼沃里德距离首都迪利波里东南大约150公里 是利比亚最大部族瓦法拉的军事重地 瓦法拉部族曾经是支持卡扎菲政权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苏尔特是卡扎菲的老家 经卡扎菲打造从一座不起眼的小渔村 变身为有实力承办大型国际会议的重要城市 外界分析反对派武装将在苏尔特遭遇最顽固的抵抗 塞布哈位于萨哈拉沙漠的中部 在迪利波里以南大约600公里处 被外界视为卡扎菲及其儿子最后一座潜在补给站 为了抓住卡扎菲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 任何卡扎菲身边的人或他的支持者 打死或抓获卡扎菲都将获得特赦 班加西的一名商人还表示愿意出资130万美元 悬赏捉拿卡扎菲 少数分析人士认为 卡扎菲可能早已经离开了利比亚 目前布吉纳法所正式宣布 可以为卡扎菲提供庇护 迪利波里的阿齐奇亚兵营 是卡扎菲居住多年的地方 对外界来说呢 这个地方一直都很神秘 不过反对派攻占了迪利波里之后 阿齐奇亚兵营已经向民众全面的开放了 目前那已经成了迪利波里 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 来看本台特派利比亚的记者发布的报道 曾经戒备森严的阿齐奇亚兵营 已经不再神秘 上月23号 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攻占了这个重要目标 之后并没有在门口设置港少守卫 而是让民众自由出入 进入阿齐奇亚兵营 战斗的痕迹随处可见 但损毁最严重的是位于兵营中心位置的 一座两层建筑 据说这是卡扎菲以前经常开会的地方 这座建筑现在也成了阿齐奇亚兵营中的 一个主要景点 楼门前的空地上 停满了专程前来参观的民众的汽车 其中有不少人还来自外地 一些人说 来这里就是为了要见证一下历史 进入大楼 一枚没有爆炸的炸弹 成了最引人瞩目的产品 大楼内部已经凌乱不堪 绝大部分能用的东西都已经被搬走 墙壁上到处是涂鸦 不过即便如此 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民众的好奇心 阿齐奇亚兵营内有多条通往外部的地道 很多人相信在反对派武装攻打地理玻璃的时候 卡达菲很可能就是通过其中某一条地道成功出逃 这里是阿齐奇亚兵营内一个地道的入口 也是许多来这里参观的人的一个必到之处 许多人开玩笑里说 顺着这条地道走进去 说不定就能找到卡达菲 利比亚的战事还没有结束 反对派目前还没有来得及对阿齐奇亚兵将来的用途进行规划 这座著名建筑未来的命运还是一个未知数 央视记者利比亚迪利波里报道 再来看其他的国际消息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第三次庭审定于今天举行 4号五名来自科威特的律师抵达埃及首都开罗 加入到穆巴拉克的辩护团当中 在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一名律师表示穆巴拉克的行为应该得到尊重 因为他保护了全埃及人民 他使全国避免陷入内战 其他几名律师也发表了为穆巴拉克辩护的理由 就在这些律师表示要为穆巴拉克辩护后不久 发布会现场的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 爆发了冲突 他们举着标语并高呼口号 一些在场者不得不使用扩音器来试图安抚人们情绪 穆巴拉克是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出现社会动荡以来 首个出庭受审的前总统 国际社会特别是中东地区国家 对穆巴拉克受审极为关注 据一些埃及媒体报道 穆巴拉克的昔日海湾地区盟友 试图干预和阻止审判穆巴拉克 今年1月25号 埃及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 穆巴拉克于2月11号辞去总统职务 并前往红海度假地沙姆沙伊赫 8月3号和15号 穆巴拉克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两次出庭受审 今年的第12号强台风塔拉斯 4号继续袭击日本的多个地区 据独卖新闻最新的统计 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 已经导致了28人死亡 53人失踪 这是自2004年10月 第23号台风至98人死亡或失踪后 日本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风灾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 面临上任以来的首场考验 塔拉斯3号上午在四国岛高支县登陆 4号横穿日本西部的钢山线和鸟曲线后 进入日本海 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 台风在G1半岛等地 造成创历史记录的强降雨 其中河戈山线上北山村 自8月30号以来 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1800毫米 河戈山线和奈良线 是这次风灾的重灾区 多处地段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 石多座民宅被洪水冲走 公路和铁路桥段遭到冲毁 野田内阁4号成立 第12号台风非常灾害对策总部 由防灾担当大臣平野达南负责 并发布三点指示 全力救援受灾人员 迅速准确把握灾情 中央与地方合作 迅速准备灾后重建 日本气象厅预报 由于塔拉斯移动速度较慢 而且不断有湿热空气 由南向北朝台风涌入 预计日本东部西部 以及处于台风边缘的北海道 5号可能出现强降雨 气象厅已经发出了最高级别预警 一架美国联航快运航空公司的客机 4号在沃泰华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 冲出了跑道 有目击者说飞机的右翼受损 当地消防部门说没有人员伤亡 而机上44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 成功地逃离 并且被安全转移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每一种出行方式都有属于自己的年代 从单车到汽车 我们迈进这新的时代 只设于越派 我们需要的是蔚蓝的天空 文艾生态环境 开启绿色出行 新生活 极能减排 全民行动 石油是宝贵的 排量为三升的轿车 十升汽油平均行驶90公里 排量为二升的轿车 石升汽油平均行驶110公里 排量为一升的轿车 石升汽油平均行驶160公里 节约石油 保护环境 请您选择小排量汽车 节能减排 低碳生活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国中央电视台 来看美网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美网展开了第四轮的争夺 这一轮彭帅的对手 是意大利选手佩内塔 彭帅最终未能实现突破 连续错过了四个盘点 没有能创造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 来形容这场既拼实力 又拼耐力的比赛 那就是胶着 手盘比赛就打了一个小时整 在关键局中 彭帅虽然挽救了两个盘点 却未能把握住 先后出现的三次 扳平比分的机会 比分定格在了4比6 彭帅丢掉了第一盘 第二盘 比赛依然胶着 最后双方体力 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彭帅让理疗师 对大脚趾进行包扎 随后佩内塔开始干呕 身体不适 但是比分依然僵持 6比6 比赛来到抢7 彭帅调整回状态 一度领先至6比2 关键时刻 佩内塔却突然爆发 连下6分 最终以总比分2比0 战胜彭帅 晋级8强 彭帅无援 创造个人大满贯 最佳战绩 我很想拿下来 但是我没有拿下来 我觉得有几分他打得挺好的 但是6比5那一分 我觉得他正如我以为出界了 结果就砸了线上了 很多时候比赛会是这样的 更多消息 我们看一组简讯 昨天下午4点多 一辆装有四绿化硅的汽车 在316国道甘肃天水段翻岛 发生泄漏 致使与公路并行的龙海铁路接触网 受到腐蚀 供电跳闸 造成龙海铁路上下行行车中断 经过紧张抢修 今天凌晨 龙海铁路已经完全恢复通车 昨天 驱静市人民政府通报了 今年6月发生在鹿梁县的 非法倾倒各扎 导致污染事件的相关处理情况 经查 乘运人吴兴怀流兴水 为节省运费 在驱静市麒麟区三宝镇 越州镇的山上 倾倒各扎5200多吨 导致污染事件的发生 目前相关责任人 已被依法逮捕 对群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由麒麟区人民政府垫付 以全部足额赔偿到农户 昨天晚上 2011韩国大秋田径市锦赛 迎来最后一天的争夺 在男子4成100米接力决赛中 雅买加队最受瞩目 比赛一开始就确立了夺冠的级调 到了第三棒 小将布雷克 为雅买加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最后一棒 闪电博尔特一路迈着大步 冲向了终点 最终雅买加队 以37秒04的成绩轻松夺冠 并打破了他们在08年 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 37秒10的世界纪录 今年6月 从南极北漂到新西兰的地气额 快乐的大脚 近日搭乘新西兰考察船 经过4天的旅行 于当地时间4号 在南大洋海域被放生 随船兽医表示 快乐的大脚身体状况良好 这一区域位于南极地气额 捕食范围内 它可以自行回家 此外 它还携带了一个卫星追踪器 以便研究人员和公众 了解它回家的进程 一部以茶文化为主线的音乐电影 《美在中国》 日前在海南三亚开机 我们开机了 这次开拍的《美在中国》系列音乐电影之 《菊黄茶雨》 讲述的是男女主角 在海南三亚邂逅 并产生恋情的浪漫爱情故事 在导演的镜头下 我国热带滨海 优美的碧海蓝天 独特的热带雨林风光 和海南独有的梨族文化 都一一精美呈现 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电影的 创作的展现 能够传播我们中国的这种 美丽的美好的 我们这些非常好的这种风尘 这部音乐电影 邀请了郭富城 李冰冰 担当男女主角 通过他们对爱情邂逅的演绎 在展现三亚美丽风景的基础上 更体现了她作为 中国浪漫之城的人文风情